很多人都认为,查尔斯国王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只有卡米拉,不过真相可能会让人们感到难以思议,她其实曾追求过一个黑人歌手,一直都没有忘记她,去年她还表示自己喜欢这位女歌手的歌。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最近,有一位女明星在网上批评查尔斯国王,这个人就是三度女子合唱团中的女歌手希拉,福格森,她声称自己和查尔斯在一个派对上有过多互动,让她找不到男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度女子合唱团一直都是查尔斯最爱的组合之一,这个美国女子组合在70年代时很火,查尔斯就是她们的忠实粉丝,1978年,在她的30岁生日派对上,她还邀请了这个组合。 在这个派对上,查尔斯曾和希拉跳舞,当时她们还聊天了,过后希拉声称查尔斯非常喜欢自己。 希拉说,众人皆知,查尔斯国王的女朋友很多,对女性非常有杀伤力,但我并没有接受她的追求。 对于拒绝查尔斯追求的原因,希拉指出,是因为她认为她们两个人不会有结果,她并不想成为英国王室首位黑人王妃,她更珍惜自己的歌唱事业。 虽然希拉说,她们随后并没有在一起,但有媒体称,她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两个人在私底下联系了近40年,而且查尔斯国王过去非常喜欢她,她们之所以不公开关系,是为了掩人耳目。 查尔斯和希拉都知道,王室会反对,她们在一起,她们之间没有未来。 如果没有算错,1978年的时候,查尔斯当时还在和卡米拉来往,她在这个时候追求希拉,显然没有那么把卡米拉的关系。 卡米拉当成一回事,她根本不是查尔斯的最爱。 希拉和查尔斯王子的另一位情人泰伦一样,都可能是卡米拉当时的情敌。 多年过后,查尔斯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让人们更加相信她和希拉之间有过交集。 查尔斯在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广播节目中透露了她最喜欢的歌曲,当时就包括三度女子合唱团的, Giving Up, Giving In,这首歌曲。 查尔斯当时给予了这首歌曲高度的评价, 她当时说,一听到这首歌曲,我就马上想要站起来跳舞。 这让人更加确信,希拉仍旧在查尔斯的心中,希拉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 她公然表示,查尔斯还曾给她写过非常多的情书,但她一点都没有心动。 另外,希拉还说道,因为别人都知道她是查尔斯最爱的歌手, 所以别的男人都不敢靠近她,可以看出她说的只是一句玩笑话, 也许她只是为了抬高查尔斯,谁知道呢? 卡米拉看到他们的做法,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真的很让人好奇。 梅根曾在奥普拉访谈中提到王室成员有种族歧视, 如果她知道查尔斯曾如此喜欢这位黑人歌手, 那么她就不会这么说了, 至少查尔斯是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 因为她和一位黑人歌手交往过。 查尔斯非常喜欢黑人明星,梅根应该庆幸, 她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公公, 如果她对这位黑人歌手如此喜欢, 那么外界称她更喜欢梅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能说查尔斯和儿子哈里的喜好真的太相似了。 此外,很多人都不明白, 查尔斯已经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后来为什么还会看上更加普通的卡米拉, 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一般的大, 平平无奇的卡米拉究竟是如何赢过美丽的戴安娜王妃的呢? 这还要从查尔斯的婚前的事情说起, 众所周知, 1970年, 卡米拉就认识了当时的查尔斯王子, 而就在近十年后, 她才迎娶了戴安娜王妃,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 查尔斯看清了谁才是属于她的真命之女。 卡米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商人, 母亲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 但她并不是贵族小姐, 能认识查尔斯王子, 全因为她有一个贵族出生的朋友莎拉, 凯瑟克。 莎拉, 凯瑟克在机缘巧合下, 把卡米拉介绍给了查尔斯王子, 两个人一拍即合。 查尔斯对卡米拉是一见钟情, 但随后, 他们在认识一年后, 马上就分道扬镳。 说起来还真搞笑, 卡米拉本来已经有一个男友叫安德鲁, 并和她交往了许多年, 奈何男友太花心, 她不得不找一个备胎来证明自己多有魅力, 看到查尔斯爱上卡米拉, 安德鲁急了, 两个人后来就结婚了。 而在卡米拉结婚后, 查尔斯依旧在和她来往, 不过她还有了另外一个情人, 她的名字叫戴尔, 伊丽莎白·泰伦,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漂亮女子, 奇怪的是, 她在卡米拉和安德鲁结婚的同一年结婚了, 这其中是否有蹊跷? 还真没有。 泰伦是在结婚后认识的查尔斯, 而卡米拉婚前就认识她了, 两个人都是有夫之妇, 可他们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区别的。 1973年, 泰伦靠架给英国贵族公子安东尼进入了英国贵族圈, 在丈夫的介绍下她认识了查尔斯王子。 和查尔斯认识后, 泰伦发现当她的情人非常有面子, 还能得到很多的好处。 和查尔斯认识时, 泰伦和老公将家里的一幢老宅子送给了一个学校, 在这之前房子是重新修弃过的, 钱还都是泰伦自己垫付的。 丈夫家底不因时, 泰伦就只能靠自己了, 所以她一直都在想着挣钱, 一个小记者可能没有什么挣钱的好门道, 所以她用了弯门邪道。 和卡米拉比起来, 泰伦要更加的高调, 她为了挣钱做了很多对查尔斯不利的事情, 例如借着她的名声来挣钱。 虽然是一位有夫之妇, 泰伦却时不时在网上放出一些她和查尔斯有关的新闻。 有一次, 泰伦利用查尔斯给她取的小名坎家, 为自己进行了宣传。 当时她在报纸上写道, 你们知道我的小名坎家是否出自查尔斯之口。 另外, 泰伦还对一家媒体泄露消息, 提到查尔斯称她是唯一了解她的女人。 她还用匿名身份向另一家媒体泄露了 他们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优惠。 提到查尔斯给她写过很多风情书。 还有一次, 泰伦在伦敦开了一个服装店, 店名用的就是查尔斯给她取的小名, 结果真的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泰伦认为, 负面新闻对她来说并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只要能赚钱, 她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作为查尔斯王子的另一个秘密情人, 卡米拉的做法却完全不一样, 她在关键的时候差点输给泰伦, 不过她日后的一个做法帮了她的一个大王。 在查尔斯看来, 泰伦比卡米拉更加有魅力, 可前者实在是太高调了, 让她有点把持不住, 和戴安娜王妃结婚以后, 公众形象比情人们显然更重要, 所以她果断甩了泰伦, 选择了卡米拉。 后来, 泰伦在1997年去世了, 有消息称她的死得很蹊跷, 好像曾被人从楼上推下去, 这样她和查尔斯24年的恋情就画上了句号。 卡米拉和泰伦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而且她们一直都在争风吃醋, 不过卡米拉并没有想要公开她和查尔斯之间的事情, 一直都在保持低调, 给了查尔斯满满的安全感, 所以她果断选择了更加普通的卡米拉。 不过, 卡米拉只在该低调的时候低调, 在该高调的时候, 她丝毫不会示弱。 当戴安娜王妃找到她并和她对峙时, 卡米拉完全不害怕她, 还镇静地对她说, 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你, 你还有了两个漂亮的孩子, 什么都有了, 你为什么还不知足? 听到卡米拉说的这句话, 戴安娜王妃被吓坏了, 她理解到对方是个非常难产的角色, 夺回查尔斯国王的胜率已不是很大, 这时她已被卡米拉牢牢吃定了。 卡米拉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了, 可她现在嫁给了查尔斯, 靠的当然是智慧了。 在得知查尔斯有情人时, 戴安娜赶到天都要她了, 卡米拉可不一样, 她选择忍气吞声, 在面对查尔斯妻子的质问时, 卡米拉又选择靠气场来迎戴安娜, 可以说她实在不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